《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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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個2019年的反手禮運動 不只是香港的香港人 是關心香港的議題 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對於香港這個概念 對於香港這個地方給予自己的意義 大家有不同的詮釋 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是很熱心地站出來 想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在這個背景下 我們各地的香港人一開始是在英國的 站在一起 大家希望可以為香港做些甚麼 作為在英國的手足 站在一起就叫做Fight for Freedom 即是香港 我們一路要爭取的香港人有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人權 民主 公義 未見到香港有甚麼改善的跡象 為何會有這些惡法容許香港存在呢 為何我們的律政司沒有檢控任何一個濫用權力 襲擊香港市民等等的公職人員 尤其是警察呢 這些問題一路都沒有改善過 2019年香港的運動 帶給香港人 無論是香港的香港人還是外國的香港人 前所未有的一個凝聚 和一個反思 為何會背起香港人的一個稱號 回到香港 我想是今次所謂國際戰線 帶給香港的一份禮物 本身有的石頭 在香港的一種感受講 我相信是香港人的一種感受 特朗誠 有些人的運動 進來 尤其是 特朗誠